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龚俊 新药 嘎那和我一起关注费加罗 其实这一句话真的是从小听到大 然后特别的可以说是洗脑 然后从小就是看咱们欧莱雅的广告长大的 然后非常荣幸 这次我也值得拥有 我被欧莱雅值得拥有非常开心 也很荣幸 在我的理解这个slogan的意思呢 就是每个人都值得拥有更好的美 对吧 咱们欧莱雅不管是任何产品也好 都是非常好用的 国民的咱们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每个产品都是各个领域的拔剑 出雷拔萃的作品 所以美被所有人都值得拥有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咱们欧莱雅 今年首先吧 这个感觉更放松了 因为去年还是有点紧张 因为第一次来 今年是第二次来 今年心情好 是今年天气特别好 这个海去年感觉没那么蓝 今年这个阳光直射下 它这个海是渐变的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 要是有机会的话 也来嘎那逛一逛 特别漂亮 很好看 可能是拍第一部作品 或者是第二部作品 毕了夜 对于接触这个影视行业 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可能拍的都是广告 广告比较多 然后有的时候吧 这个月可能接不到广告 就没有房租 就非常焦虑 我要不要回家 就是在做这个抉择 但是很开心 因为我那时候机会比较多 也很荣幸 很多这个老师 或者制片方在微博上找到我 通过私信跟我说 要不要来北京试一下 见面 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 我就毅然决定去北京 非常开心吧 就是没到 就是特别难 没有让我特别难 交不起房租 然后就是还是有作品拍 所以我觉得拍戏 能让我生活下去 去感受不一样的文化 不一样的人物体验 不一样的风情 所以也想自己慢慢的 更好地去调琢自己的角色 所以一步不坚定 我走这条路 首先我要是平时不工作的话 再放松 然后就是像前段时间 跟父母出去玩了 然后或者是我喜欢打游戏 我是一个偏宅的人 没事的时候 像前段时间回北京 然后就在家开个电脑 打打游戏 让我非常放松 今年的工作安排计划 其实我之前去年生日的时候 说其实我今年 想把这个作品排得满满当当的 一步接一步的马上就进出 但是这中间有一些不可抗力 它开机时间就必须得往后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中间就安排了很多 因为有些商务工作 对吧 然后有些综艺或者是各种拍摄 就没有办法 像这次来到甘娜 非常荣幸 所以把中间给填满 多拍点作品 今年后半年的戏也在规划 多多期待 反正是不一样的类型 或者是人物题材 非常感兴趣 一定是要吸引我才行